白凤薇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而旁边,许多花枝少女正在一路追随。 太子殿下,你好帅啊。 太子殿下,我已经喜欢你很久了。 太子殿下真是受人追捧,看来今晚你的落脚处一定会门庭若是的。 而刚刚调侃完轩辕站的荣卿,忽然被什么砸中了胸口,她低头一看,是一个荷包。 荣卿,你的爱慕者还真是一个比一个有趣。 白凤薇顺着那个扔荷包的人看过去,原来是一个重达两百多斤的女子。 把荷包还给那位姑娘。 胖姑娘一看荷包被退了回来,哭着跑开了。 怎么,荣卿不喜欢吗? 白凤薇的肚子叫了起来,于是她拿出了一个鸡腿,准备先颠颠肚子。 她才刚刚咬了一口,外面就忽然传来了惊叫声和四散而逃的声音。 马车一阵晃动,手里的鸡腿也就这样掉到了地上。 这可是墨酒里给她准备的鸡腿啊,吃一个就少一个,现在居然掉了。 发生什么事了? 有刺客。 又是刺客? 这太子可真是一个高位职业,能活到现在也是个奇迹。 把我的鸡腿弄掉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直接秒杀了一大锅刺客。 当我吃饭者,罪该万死。 一时间,原本热闹的街上,早就已经空无一人。 她身边传来一个吐血的声音,是荣卿。 白凤威想也没有想,逼退了准备给荣卿致命一计的黑衣人,还好心地往她嘴里丢了两颗丹药。 她看着白凤威,心中更是惊讶于她的实力,虽然看不出她具体的修为,但是事实证明,她的修为比她高出一大截。 喂,你还行吗?你不会认为我会一直保护你吧? 荣卿回过神来,她暗自惊讶自己怎么在这个时候分神。 刚才多谢凤姑娘出手相救。 不客气,待会儿把丹药的钱给我算一下。 丹药的钱好还,救命治安不好还。 直接换做钱来给我就行,你觉得你值多少就给我多少。 荣卿无语,她怎么开口逼口都是钱? 在轩辕战放了一个大招之后,那些黑衣人已经所剩无几了。 原地休整。 他们现在不适合赶路,先休息一下再出发。 小心! 证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轩辕战忽然感觉身后有危机感袭来。 若不是他立即运起屏障,恐怕已经重伤,太子的人四处寻找,但还是没有发现有任何刺客的蛛丝马迹。 白凤威却已经看清楚了来人,开启凤盾,将太子等人全部笼盗在了其中。 一道强盘的林立,轰然落在凤盾上,从来没有颤抖过的凤盾。 居然在这个时候,隐隐有种快要破碎的感觉,来人的修为已经达到了化亡一级。 刺客心惊,显露出了原形。 小姑娘年纪轻轻,身手居然如此了得。 若是日后让你成长起来,那岂不是后患无穷? 既然如此,亲日必定是留你不得了。 今天你们都得死。 那人话音刚落,再次开启法宝,处于隐身状态。 除了白凤威之外,其余的人都看不到他。 荣卿站出来,与白凤威站在一起。 太子抓紧时间补充了几颗丹药之后,也站到了白凤威的身边。 虽然他们看不见眼前的人,但是从刚才的事情可以看出,白凤威可以看见。 他们只要跟着白凤威的步骤攻击,多少也是可以起到作用的。 煞时间,狂风四起。 太子和荣卿在一旁辅助,一时之间,那人并未讨得好处。 三个臭皮匠,还抵一个诸葛亮呢。 他们三人配合,发出的威力也不可小觑。 在三人的合力之下,硬生生把眼前的人逼得露出了原形。 那人怎么也没想到,居然被三个化尊逼到了如此境地。 身上钝石棒发出一道铃波,直接把白凤威三人掀飞了出去。 白凤威的凤盾第一次破碎,而轩辕战圣性的暗卫, 无一生还,还没等三人站稳。 你们去死吧! 三人必无可避,同时撑起平杖。 三道井杖接铃做了两道,剩下白凤威的凤盾在苦苦之称。 白凤威的灵力就像是洪水一般往外流, 而她现在根本就躺不出手来吃补气丹。 白雪在白凤威的丹田里面义愤情应。 主人,你放我出去! 是要压的,居然敢在本神兽的主人面前放肆。 本神兽,让她知道什么是规矩。 但是白凤威并没有放她出来。 想要与我作对,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 对不起,凤姑娘,是我们连累了你。 死之下能与你们在一起,此生也无憾了。 白凤威气息翻涌,丹田的着涉感倍增。 以她为中心的死装,忽然有旋风围绕。 她猛然睁开眼睛,身上气势凛然,金光闪闪。 她进阶了。 千万都不敢收我,就凭你。 千元战和荣青也没有想到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在战斗中进阶,简直是神了。 白凤威手中再次出现逆光宝剑。 逆光宝剑的威力和凤蚁的威力结合,只是一招,便把眼前的人重重击飞了出去。 你居然进阶了。 进阶而已,你想不到的事情还多着呢? 话音刚落,那人的周围就生起了一个禁锢阵法。 白凤威没有给她思考的机会,拔劲之际,那人就这样被解决了。 事实证明,她现在的实力看比华王,至少对付华王一姐还是可以的。 白凤威在此人的身上搜索了一站,从她身上找出了一个法宝,这也就是那个能让人隐身的法宝。 她顺手就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哼,这些东西我就独吞了啊,你们不介意吧? 反正,介意也没用,东西已经进了她的口袋。 凤姑娘随意。 多谢凤姑娘相助,现在容某又欠了凤姑娘一次救命之恩。 不客气,到时候一并折算成金银给我就行。 那本宫也折算成金银给姑娘。 好说好说,如果有药材之类的也可以拿点。 此时,不远处有动静传来。 属下救驾来迟,求殿下责罚。 等你们来,本宫这条命就交代在这里了。 属下罪该万死。 行了,出发驿馆。 凤姑娘,不如你与我们一起吧,一路上也有个照应。 到了皇城,我们也尽快好偿还救命之恩。 如此甚好。 白凤薇到了驿馆。 请姑娘恕罪,太子殿下和容公子正在疗伤,所以暂时不能陪姑娘一起用餐。 身体要紧,让他们别客气,养好身体再说。 白凤薇看了眼眼前满满一桌子的菜肴,泪流满面,她已经饿得不行了。 吃个太子还不错,至少不小气。 毕竟这些菜够十个人吃了,而他们知道她只有一个人,还是准备了这么多。 加分,加分,她只饱喝足,靠在身后的椅子上。 嗯,人生之乐,酒足饭饱为其一,美男菜侧为其二。 哦,突然还有点想念墨酒梨是怎么回事。 她深呼吸几口气,把对墨酒梨的欲念挥开,保持心平气和的状态。 休息够了以后,叫来人把桌子收拾了。 来人看着桌子上被一扫而空的膳食,心中惊奇不已,但是又不敢乱说乱看。 只能把这里的情况如实地禀告给了轩辕湛和荣青。 轩辕湛和荣青一听,切实有些想象,想不到有人的饭量会这么大,还好他们准备的饭菜多,不然他岂不是吃不饱? 主人,你是不是看不起我?刚才你为什么不放我出来帮你? 知道就好,你连一个御狮子都对付不了,你还想对付谁? 白雪原本还有些愤愤不平的脸上,忽然就搭了了下来。 本神兽会好好修炼的。 别伤心,我就是担心你而已,下次让你出来帮我。 听到白凤薇这么说,白雪立即就高兴了起来。 好夜,那我出去玩去了? 说好的好好修炼呢。 正好,外面有人敲门,让白凤薇出去吃早餐。 凤姑娘,请坐,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所以就让人什么都准备了一点,不知道合不合你的胃口。 我不挑食,只要好吃就行。 轩元湛和荣卿想看看,白凤薇是不是真的这么能吃。 白凤薇也不管他们的目光,按照距离最近的菜,一种一种的,一扫而空。 他看了一眼还没有动筷子,而一脸震惊的太子和荣卿。 这个你们不吃,我就吃了啊。 哦,好的。 嗯,是不是没见过这么能吃的人? 哦,不是,就是觉得凤姑娘挺不拘小节的。 啊,对,我们没有别的意思。 哦,对了,你还想吃点什么吗? 嗯,当时饱了,下次吧。 对了,凤姑娘的伤可有大碍。 没事,休息两天就好了,那些是什么人? 实不相瞒,本宫和荣卿被来自幻月大陆的宗门看中,但是那边不知道什么情况,时常有人出现想要刺杀我们,这应该是宗门之间的斗争造成的。 宗门与宗门之间也会发生摩擦和争斗, 而有人想要在他们还没有加入宗门的时候,就把他们除掉,这样就不会引来报复。 毕竟一旦加入宗门,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就是两个宗门之间的事情。 白凤威没有多问,毕竟这是人家的事情。 大概过了半个月,他们才到了轩云国的都城,太子和荣卿邀请他去太子府居住,但被他拒绝了。 他住进了一家客栈,他像平常一样叫了很多膳食,但是等膳食送上来之后,他却忽然发现他吃不下了。 平时一个人吃一桌,现在他吃了一碗馄饨,却感觉饱了。 最后,他只能把没有吃完的放进了戒指中,他抚摸着手上的戒指。 先想,墨九黎平时不是十五天就来找他了吗?这一次怎么这么长时间?忽然,他就有些开始担心起他来了,不过想了想他那逆迁的实力,又把心放了下来。 听说了吗?有人在乌望海看到了人鱼,尾巴亮晶晶的,又大又长,还能掀起巨浪呢。 什么?人鱼?那可是只存在于传说中的东西啊,消息可靠吗? 千真万确,有好多人都往乌望海的方向去了,就是想看看能不能一包眼福。 白凤薇一毫感兴趣。 不知道他们长的是清纯型的,还是妖娇型的,又或是凶神恶煞型的。 白凤薇刚刚切了茶坐下,轩元湛和荣青就来了。 你们俩来的正是时候,尝尝我刚泡的新茶。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哦,对了,我们还准备了一些谢礼,不知道凤姑娘满不满意。 熊青拿出一个储物袋,里面装着五十亿金银和许多药材之类的东西,还有轩元湛也是,同样也准备了一份。 金银珠宝你们拿回去吧,这些药材我就收下了。 凤姑娘一个人出门在外,免不了要用到很多的银钱,这些你都收下吧。 若不是我们最近手头上没有那么多,一定会拿出来更多来感谢凤姑娘的。 荣青说得对,毕竟我们绝对我们的命,并不只是值这些钱。 白凤薇见他们都是坦荡之人,也真诚地笑了。 那我就收下了。 对了,你听说了吗,乌旺海出现了人鱼。 刚才听说了,我还想着去看看呢,你们要去吗? 白凤薇也就是随口一问,而轩元湛和荣青似乎就是在等着一句话一般。 我们也仗有此意,不如一起吧。 我们准备离开清风大陆,前往幻月大陆,趁着这个机会到乌旺海看一看,是否真的有人鱼存在。 对于他们来说,尽快前往宗门其实是最好的选择,在这里一日,随时都会有暗杀的事情发生。 那就一起吧,对了,什么时候出发? 今晚,你方便吗? 方便?还请你们给我准备一辆马车。 活的人鱼啊,不看白不看。 马车已经准备好,凤姑娘只要人到就行。 凤姑娘有没有想过去幻月大陆,在那里,修为增长的速度,至少是这里的两倍。 如果你有一前往,我们可以向宗门取见你,以你的资质和实力,一定会得到宗门的重点培养。 多谢二位,只是我现在还没有这种想法,若是哪一天在幻月大陆遇见了,那也是缘分。 好,我们期待在幻月大陆与凤姑娘相见。 有些话虽然没有说,但都是聪明人,他们大概已经猜出来了,白凤威要去的地方,就是幻月大陆。 三人闲聊了一会儿,宣言战和荣卿离开,距离天黑,还有一些时间。 他抓紧时间炼制了一些丹药,到了幻月大陆,谁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事情,他不能掉以轻心。 目前,对他父母的踪迹,他一无所知,他母亲的名字是假的,墨九里的人最终调查,都没有调查出来,他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十天后,到达了乌望海,乌望海无边无际,里面危险重重。 下车之后,白凤威才知道,车队里面不仅有他们,还有宣言国很多世家大族和兄贵全臣的公子小姐。 冯小姐,小心。 又不是万丈悬崖啊,下个马车还是能自理更生的。 是我疼突了。 此时,他感觉到,一个异样的目光正在注视着这边,那人看到他看下那边,立刻收了目光。 船池喘摆好了。 白凤威跟着轩缘战和容卿上了船。 参见太子殿下,这位小姐从未见过,太子殿下怎么不给我们介绍? 是啊,太子啊,这是哪家的小姐啊?我们又不会吃了她,你怎么藏得这么深? 白凤威对于这些人的态度和眼神,一笑而过。 他不是你们能惹的人,奉许你们,收起你们心中的那些心思。 轩缘战是在警告这些人,同时也是在提醒他们,珍惜生命,切勿不计后果。 只是她的话,却没有人能够正确地领会。 他们成功地认为,这是太子要护着的人。 那些对于太子有爱慕之情的女子,更是对白凤威怀恨在心。 一个没有灵力的女子,也配站在太子的身边? 就是,不过是长得有些姿色吧,以色是人而已。 你们别说了,兴许她不是这样的人呢,况且刚才太子殿下说了,她不是我们能招惹的。 莫姐姐,你就是太善良了,你怎么还帮助那种人说话呢? 你看看她,就连对女人,从来没有好脸色的容公子,都对她和颜悦色的。 你说她不是狐媚是什么? 就是,要我说,莫姐姐要颜值有颜值,要实力有实力。 只有她和太子在一起,我们才服气。 太子人中龙凤,我自认为配不上太子,你们还是别乱点鸳鸯谱了。 莫小姐听着身边的各种吹捧,心中神气十足,眼神却是一片褪润的表情。 白凤威三人站在甲板上,你们来找人鱼的目的是什么? 人鱼浑身都是跑,价值不可预估。 曾经皱着眉,在她倦敏的脸上,行添了几分忧愁。 我希望人鱼真的存在,但我不希望有人找到人鱼。 虽然我是人族,但我认为人族残忍,疯狂,利益熏心,我也不希望人鱼被找到。 所以,你们是来救人鱼的。 轩辕和荣卿默默地点了点头。 轩辕黄是有一个传说,曾经, 人鱼救过我们的仙族,捕杀人鱼的行为是我们不能容忍的。 即便人鱼没有救过我们的仙族,人族也不应该因为一些捕风捉影的传言,那么残忍地对待一个物种。 那你们带上我是…… 我们就是感觉,你身上有一种魔力,或许有你在,人鱼就会有好运。 白凤威白眼。 那我可要好好谢谢你。 太子殿下,容公子,还有这位小姐,我们准备了一些膳食,你们也去用一些吧。 太子看向白凤威。 先去吃点东西,休息一下就开窗。 也好。 别人上情相邀,也没有必要刻意地拒绝。 进来之后,就有一个丫鬟失恙的人叫住了白凤威。 小姐,你的位置在这里。 白凤威一看,这是一个给下人用餐的地方。 就没点别的伎俩吗? 一个两个的,好幼稚。 那些小姐们都等着看她的笑话,但是白凤威岂是那种任人宰割的人,她直接无视了丫鬟,走了过去。 让凤姑娘见笑了。 无妨,不过是些小女儿们的小心思而已。 她是不是听不懂人话? 让她坐那里,她听不懂吗? 狗的话我为什么要听? 就是啊,你看她嚣张了,就是仗着太子殿下,她才敢这么目中无人。 这位小姐,不如你和我坐一起吧,这样我们也好有个照应。 好啊。 你不和我们一起吗? 我以莫小姐一见如故,既然她不嫌弃我,那我就与她一起吧。 那你小心点。 白凤威眯眼,她怎么感觉从他们的眼眸中看出了一些消愤呢,这很值得期待吗? 这位小姐怎么称呼? 我熊凤,原来是凤小姐,我真是羡慕你。 居然能让太子和容世子对你另眼相看。 你不知道,我经常去找他们玩,他们都不怎么与我说话。 莫小姐的本意,是想说白凤威手段高明,这是暗中羞辱她。 你的方法错了,太子与世子每天都会很多事情,当然没空陪你玩。 莫小姐忽然就不知道怎么说话了,支支呜呜起来。 还是凤小姐厉害。 我就一般般吧,不过比你厉害一点而已,你要找找自己的原因,想想看他们为什么不理会你。 白凤威的话,简直是杀人诛仙。 莫小姐的脸仗成了朱干色,这里说着,就到了座位旁。 二人双双坐下,然后就是推杯换盏,互相吹捧调笑一番。 凤小姐,你喜欢太子,还是容公子? 我猜莫小姐是喜欢太子吧? 是我在问你话,你怎么答非所问?是不是心中有鬼? 我不像莫小姐只喜欢一个,我两个都喜欢。 你怎么可以这样?原来他们说的都是真的,你就是不要脸。 莫小姐说完,膝带地看着白凤威,见她无动于衷。 凤小姐胃口未免太大了,你把她们玩弄于鼓掌之中,你以为你能用什么好下场吗? 你只是一个低贱的,没有灵力的女人而已,你能抓住她们的心吗? 莫小姐一句又一句地带着人身攻击的话,层出不穷,她就是要惹怒白凤威。 你是不是想让我发怒? 啊? 莫小姐说这么多,不就是想让我在大庭广众之下发怒吗? 一旦我发怒咒骂出声,那么你就会楚楚可怜地说我好凶,你好害怕。 如果你眼界好的话,还会留下几滴委屈的泪水,之后所有人都会为了你,来声讨我,帮助你,是也不是。 看着她看穿一切的眼神,莫小姐目瞪口呆,心中已经委屈得不行了,为什么她屡试不爽的招式,在这个人面前,却无所断行。 她紧张又无计可施,最后她泪光盈盈,差点就开始掉眼泪。 千万别哭,因为你一旦哭了,到最后吃亏的可是你哦? 不信的话你可以试试。 虽然白凤薇的话没有依据,但是莫小姐就是莫名地赶到后怕。 不应该啊,这莫小姐不会是放弃表演的吧? 凤姑娘果然是什么逗会,看来是我们白担心了。 担心?看热闹还差不多。 而莫小姐在白凤薇触遍不惊的目光下,内心激进崩溃,她不明白为什么白凤薇能提前知道她要做什么,简直是气死她了。 莫小姐,不要板着脸,你看太子正看着你呢,你难道想让她看到你不漂亮的样子吗? 莫小姐一愣,猛地看向上手,以太子冷聚默认的目光对上,她顿时就笑了起来,太子看她了,她就说太子一定也是喜欢她的。 荣幸,莫小姐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她为什么这么小? 莫小姐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她为什么这么小? 她这是在对你放电,你没有接受到吗? 之后,用善的时间结束,白凤薇一走,莫小姐的身边就围上来了许多小姐。 莫小姐,你刚才怎么什么也不做呀,不是说好了让她出丑的吗? 是啊,你是不是想巴结她,然后获得太子殿下的青睐? 不是我不想,是凤小姐,她威胁我。 真是太过分了,她居然敢威胁你,待会儿有她好看。 可是,她有太子殿下护着,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教训她? 她不是没有良力吗?待会儿,你们假装打架? 然后装作一不小心,把灵力打在她身上,让她掉进海里面去。 这个办法好。 那如果她掉进海里面死了怎么办啊? 太子会不会怪罪我们啊? 不会的,我们是无意的,太子即便追究起来,也不会拿我们怎么样。 几人一和气,最后决定就这么办。 达总微抬眼望去,不远处,有海纯的叫声传来,也吸引了很多公子小姐们前来观看。 而海底有一条十米长的海妖,慢悠悠地游荡在修士们船只的下方。 喂,你踩到我的脚了? 谁让你站在这里的?我还没说你的脚勾到我的脚底了呢? 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快点道歉,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我就不道歉,你能拿我怎么办? 另外一人很是嚣张,两人你来我往,竟然打了起来。 白凤威站在船头,看着海里面十米长的海妖,这海妖相当于人族修士画魂舞街的修为。 难怪没有多少人赶来海里面,正在他专心观察海妖的时候,身后忽然传来一阵铃波,众人看着那铃波就要落在白凤威的身上。 善儿,让人意料之中的事情并没有出现,那道铃波就像烟雾遇到太阳,瞬间就消散在了空中。 怎么会这样? 那两个发生冲突的人相互看了一眼,一击不成,再生一击。 你还不道歉,那就尝尝我的厉害。 就在他的旁边打了起来,而且灵力都是有意无意的朝着白凤威打去。 现场的人现在也都明白了,白凤威当然也明白。 看也不看着两人一眼,目顾挟视地往甲板船里面走去,两人见白凤威要回去,着急地朝他后背释放一道灵力。 两人被反弹回来的灵力先飞,掉进了大海里面。 就在这一时,一只巨蛋的海妖忽然一跃而起,将两个人一口吞没。 有人被吓得屁滚尿流,有人目瞪口呆,一时不知道如何反应。 有海妖,快去禀报太子。 白凤威也重新回到了船边,那只海妖已经跑远了。 不过,会不会回来,不可知。 发生什么事了? 太子,刚才有两位小姐在这里发生冲突,两人大打出手,我们以为他们只是闹着玩。 谁知后来他们似乎真的恼火了,在强烈的灵力对撞下,两人纷纷往海里面掉,结果被一只海妖突然窜出来给吞了下去。 这位刚才看的一惊二楚,事情就是这个样子。 我看到是凤姑娘下来之后,撞到了他们两个,他们才掉下去的。 他旁边的人一听,也顿时反应了过来。 我也看见了,凤小姐从他们旁边经过,扰乱了他们的步骤,才导致那两人丧命于海妖口中。 就是他,他才是罪魁祸首,太子,你一定不要放过这个人。 白凤威挑眉,算他们误打误撞,说对了,就是他搞的鬼,但是他可不会承认,毕竟是他们先动手的。 你们的意思是,皇家侍卫在说谎了? 荣世子,你可要给两位小姐做主啊,他们死得太惨了。 死得又不是你爹娘,你在这里哭什么丧啊? 再者有太子殿下在这里,还轮不到本世子做主。 莫小姐的脸色轻一阵白一阵。 太子殿下,我只是觉得那两个人可怜而已,为什么荣世子要这样对我? 赛场的人谁不可怜刚才那两个人,难道就你一个人有同情心,哭哭啼啼,你想要干嘛? 正准爸爸哭声加大的莫小姐,一口气,顿时就卡在那里,上也不适啊,下也不适,脸色涨得通红。 凤姑娘,你没事吧? 白凤威扬里扬眉,表示他再好不过了,不然轰铃声,他们的船收到了攻击,船身剧烈摇晃,正在慢慢地往下沉。 不好,他在偷动船只,想要把船拖到海里面去,下水,把海又赶走。 一听说要下水,那些公子小姐们就自动往后退了三步,玄元湛看也不看他们。 我带人下去,你掌控船上的遗签。 好。 船身又下降了一截,下水已经迫在眉睫。 玄元湛,我这里有驱兽丹,让人悄悄潜入水中,在妖兽上游,把丹药散开,应该有用。 太贵重了。 再贵重的东西没有人命贵重,快安排吧。 太子殿下,不如就让他去吧,毕竟这是他的丹药,他知道怎么使用。 咱要他出了,去应该轮到你去了吧,已经莫小姐一向心地向善,乐于助人,你说是不是。 莫小姐腿一转,差点站立不稳,他那模样,怂得一劈。 白风微笑了笑,忽然撇进海里面,有一抹橙色一闪而光。 交给我吧。 在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就跳进了海水里面。 凤姑娘。 紧接着,他也跳了下去。 众人一阵抽气,太子双全紧握。 随时准备进容青和凤姑娘。 是。 莫小姐想不到,白风微会二话不说地跳下去,反应过来之后,有一阵欢喜。 在他的认知里面,白风微这种行为,简直就是自寻死路。 白风微吃了一颗碧水丹,拿出驱寿丹在水中滑开。 那些妖兽果然有了动静,他们有些烦躁,但是没有松开船只的意思。 这时,白风微又看到了那抹橙色的身影,他看清楚了,是人鱼。 忽然,容青落在他身边,二人眼神交流。 你下来干什么? 不放心你就下来了。 白风微又拿出了十倍的驱寿丹,溶解在海水中。 这一次,妖兽们一阵痛苦,纷纷放开了船只。 下沉的船忽然被弹了回来,船上的人纷纷站立不稳,容青露出了水面。 回头看白风微的时候,却不见白风微的踪影。 容青二话不说,返回了船底,查看白风微的踪迹。 但是他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最后他返回了船上。 凤姑娘,不见了? 太子心动一顿,不敢接受这个事实。 太子殿下,凤姑娘会不会被妖兽吃了? 毕竟刚才那两个人,就是因为她才掉下去的。 现在看来,她是罪有应得了。 太子一听,顿时火冒三丈。 来人,墨小姐无视皇家威严。 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无良无德,把她扔进海里面去喂玉。 顿时,就有人把墨小姐抬了起来。 太子饶命,我没有别的意思,太子殿下,饶命啊。 太子殿下,你就给墨小姐一次机会吧。 什么,你也想跟着一起嫁去。 那人顿时就进了声,再也不敢说话。 太子殿下,我错了,都是我不好,是我心胸相爱,我不该那么说她。 就在这一时,熊青一脚踹过去。 在众人默瞪口袋中,墨小姐就这样掉了下去。 在本宫的船上,若有人敢搬弄是非,虚伪伪,那就别怪本宫手段毒了。 宣言战扫了众人一眼,她隐隐觉到白凤薇应该不会死,这是她给自己的希望。 而白凤薇真的没有死,她忽然看到人鱼,本想和荣青打声招呼,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而她追出去之后才知道,干嘛的,人鱼的速度不是她能追得上的,她虚脱地靠在一个小岛的岸边。 靠其心害死猫,现在好了,她自己给搭上了。 就在白凤薇准备从海滩上爬下来的时候,身后忽然多了一个人,一头淡金色的头发垂坠在干净清澈的脸颊两旁,一双懵懂的眼眸下,暗藏杀鸡。 若隐若现的肌肉从她敞开的衣袍里面露出来,身上的布料太少,一双大长腿暴落在白凤薇的眼皮子底下, 浑山上下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性感。 白凤薇运气灵气,轰干了全身。 你也是来找人鱼的吗? 眼前的男子眼中闪过一抹厌恶。 这就是刚才一直追着我的女人,怎么还没有死啊? 她双眼顿时闪过一抹幽光,嘴角扯出一抹射人心魄的笑。 姑娘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 你这不是明知顾问吗?我来这里,除了找人鱼还能干嘛? 你们找人鱼,是想用它来增加修为吗? 其他人应该是,不过我就是纯粹地想看看人鱼长什么样子,毕竟传说中它们长得很美,不来见识一下,岂不是错过了这个机会? 就为了见一面,所以这么拼命吗? 不过她一点也不相信白凤薇说的,只要是人,都是贪婪的,他们的残忍凌驾于所有生物之上。 她好看的唇角弯起一抹弧度,眼中的幽光泛起波澜,似乎在引诱人坠入深渊。 那姑娘看到人鱼了吗? 白凤薇看向此人,她深情的模样,逐渐在她面前变成了墨酒梨的样子。 白凤薇皱眉,她掐住了眼前人的脖子。 敢对我使龙魅叔,你想死? 姑娘不觉得这个姿势她引人遐想了吗? 白凤薇勾纯,放开她。 你虽然长得好看,但还入不了我的眼,收起你那不入流的魅属,学术不精,就别出来丢人现眼。 感受过墨酒梨那样的人间角色,其他的男人对她来说,似乎都已经黯然失色。 男子一顿,难道真的是她学术不精? 但是不会啊,她从前从没有失手过,就连男子也同样被她的外貌所迷惑,最后命丧于此。 姑娘对我就没有一点邪念吗? 我应该对你有邪念吗? 男子收敛了深圳的气息。 刚才就是考验一下姑娘而已,我已经来这里好多天了,但是没有看见过人鱼,海妖倒是见了不少,你还要去找人鱼吗? 岛上有一些能上岸的海妖,你遇见了恐怕会死掉。 别招我,毕竟我与你无冤无仇。 我这是善意的提醒,你以为人鱼有那么好找吗? 你也是来找人鱼的。 我不是,我是无意中被冲到这里来的,正想办法回去呢。 天快黑了,她在找一个地方暂时落下,也不知道轩辕站他们会从哪里登到,到时候还是要找到他们,借他们的船回去岸边。 男子一直跟着白凤薇。 你是我见过最好看的女人。 白凤薇皮笑肉不笑。 我谢谢你。 我这么说,你不高兴吗? 你觉得经过了刚才的事情,我应该高兴吗? 这个人都已经用美色来引诱他了,他还能心情契合地和他说话,已经是很不错了。 刚才是我不对,我保证,其实我不是那样的人,既然你要去找人鱼,那我们一起吧,也好有个照应。 别跟着我,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其实,我见过人鱼。 白凤薇站住,在哪儿? 就在刚刚,我看到他在水里面一晃而过,我想应该也是上岸了。 男子现在的眼眸干净清纯,与刚才性感魅惑的他,判若两人,白凤薇无语望天。 我刚才也看见了,你的消息毫无用处。 我对这个岛很熟悉,带上我你不会吃亏,我就是想找一个人说说话而已。 白凤薇站在前方的一个石胶上,看着一望无际的海平面。 人鱼的消息,不会是你散播出去的吧? 只有这样,才会有更多的人冒险来到这个小岛上,他也就有机会安全地回到岸边。 不是我。 看看那些前仆后继的人组,为了找到他,令命都不要了,他把自己的消息散发出去,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你见过几次人鱼? 啊,见过几次,都是在水里。 在水里那就是安全的,毕竟就凭人鱼的速度,人组根本就追不上他。 人鱼看出了白凤薇真的没有伤害人鱼的心,对他好感倍增。 别人都是来抓人鱼的,你就一点不动心吗? 毕竟人鱼浑身都是宝,得到他你不仅可以得到很多宝贝,还可以增长修为。 人鱼对于我来说不是宝,只有那条银蛇才是他的宝。 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人,美色诱惑不了你,宝物诱惑不了你,你一直坚定又心性纯良,世间罕见。 你有没有想过,不是美色诱惑不了我,也不是宝物诱惑不了我,而是美色还不够美,宝物没有足够的价值让我动心。 这个世界上,没有真的不能被诱惑的人,要看是谁,拿什么来诱惑他。 你这么说,似乎还挺有道理,但是反过来想,是不是说明你没有被我诱惑,是因为我的美色不足以让你动容? 不是你不好看,只是我见过比你还好看的人,所以有一种天然的免疫力。 在想起墨九里的时候,白凤薇的神色不自觉地温柔起来,在落日的余晖下,像是从梦幻中走出来的神女。 男子一时看呆了,就连身后有妖兽忽然窜出来,都来不及反应。 火山抱持痛,怒吼一声,后退一步。 看着眼前的两人,凶神恶煞,白凤薇开启红鱼一看,火山抱实力不低,已经到了化孙的境界。 我来对付他,你在一旁休息就行。 然而,白凤薇眼前看到的一幕,让他瞪大了双眼,这个男子的双腿,是一条橙色,偏黄的鱼尾巴。 所以,这个人就是人们想找的人鱼? 差点被他骗了,还好他有红鱼,而且眼前这个刚才还在诱惑他的人鱼,忽然变得异常的残暴。 那只猎咽吼山抱,在他的暴虐之下,几乎是粉身碎骨,白凤薇嘴角抽了抽。 人鱼不仅美貌,而且还很残暴,所有的传说都是真的。 看我厉害吧,所以啊,就让我跟着你吧,遇见妖兽你不用出手,交给我就行。 既然他是人鱼,那么就一起吧。 好吧,你警惕一点,不要妖兽靠近你都不知道。 刚才是意外,一只小妖兽而已,对于我来说不在话下。 如果是海里面的妖兽,他都不用对付,直接命令和操控他们就行。 那就走吧,应该过不了多久,我的同伴就能上岸了,到时候你跟我们一起回去就行。 白凤薇故意这样说,看看这条人鱼会如何回答,人鱼果然知之乌乌。 海里面妖兽横行,他们真的能过来吗? 白凤薇没有接着他的话说。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来抓人鱼的,我的同伴是距离这里最近的一个国家的太子,他的祖上曾经被人鱼救过,所以他就是过来保护人鱼的。 真的有这样的人吗? 你这样问我其实我也不好回答,人是最复杂的动物,他们不仅对其他种族残忍,对自己的族类也同样残忍。 因为人是善变的,一开始是,到后来或许就不是了。 人鱼以为白凤薇会不加思索地告诉他,是,却想不到他会这么说。 人鱼看着不一样的白凤薇,内心有种隐藏的意念在蠢蠢欲动。 你这么直白,会没有朋友的? 朋友对于我来说可有可无,而且是同道合才是朋友,一味地为了追求不孤单而去追求朋友,反而就没有意义了,那样的朋友也不牢靠。 我们快走吧。 二人静止往深处走去。 妈的,太惊醒了,人鱼没抓到,我们差点命伤大海。 哎呀,天黑了老大,我们先休息一下吧,没力气了。 把船收好,回去的时候还要用。 另外一天,轩辕站和荣青岛人也上了岸。 白凤薇和人鱼男子来到一处天然的洞穴,远处时不时地有妖兽的吼声传来,看来他们也感知到了有人类的踏足。 你平时都吃些什么膳食? 鱼、虾、螃蟹,还有海草之类的。 白凤薇吻尔一笑,这是我带来的膳食,你吃吃看,应该还不错。 男子也不管有没有毒,自己就吃了起来,他眼睛也亮。 好吃。 你没有想过回去吗? 想过呀,但是目前回不去,我一个人势单力薄,需要大海的力量我才能回去。 是吗?大海什么力量? 而男子却忽然反应了过来,他说的太多了。 大海太危险,我一个人回不去,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回去吗? 白凤薇静静地看着他表演。 可以呀,举手之狼。 嗯,谢谢。 晚上,白凤薇把白雪放了出去,让他去找轩辕站和荣青,就说他已经找到了人鱼。 不要惊动其他人,尽快来与他会合。 我不相信凤姑娘真的就这样不见了。 他张义太帅,为人光明磊落,这么心思成名的人是不会这么容易死的。 我去找找看。 轩辕站也带着人去了另外一边,他们一路往里面走。 小心有妖兽出没,这里的妖兽很暴躁。 正说着,身旁忽然多出来了十多只群区妖兽。 稳住,别落单。 士文们被靠背,对阵妖兽。 不过,此次来的妖兽似乎也很懂得团队作战, 不过是一缓,就有几个侍卫被拖走。 惊叫声和惨叫声,令人肝胆欲裂。 就在人们的心理防线快要崩溃的时候, 黑暗中忽然出现了一抹白色的身影。 身上释放出幻术,那些妖兽顿时像是被定格住了一般。 反击! 在白雪幻术的帮助下,荣卿带领侍卫,把所有的妖兽斩杀殆尽。 主人在那边的山洞里面,他让你们去找他。 凤姑娘还活着,真是太好了。 本神兽的主人,当然活着,他怎么可能那么容易死? 在海里面的时候,我转身就看不见了他的踪影,心中甚是焦急, 现在知道他没事,我们就都放心了。 主人当时是看到了人鱼的踪影,所以才哭不及待地追了出去。 那个人鱼还不知道主人已经知道了, 他的人鱼身份,你们也装作不知道。 知道白凤薇已经找到了人鱼, 荣卿立刻让一对人马回去禀报渲源站, 而其余的人则先去与白凤薇会合。 想不到这里居然有鹅兽这种难得意见的神手, 还是一只幼崽? 只是一招,便把荣卿等人先飞了出去。 小傢伙,你快走! 我还以为是什么厉害的人,居然如此的不堪一击, 敢和我们开山宗作对,这就是下场。 同时,正在修炼的白凤薇,猛然间睁开双眼。 我的神兽遇到了危险,外面很多人,你不要出去。 我跟你一起。 白凤薇看了他一眼,随他。 这是谁的神兽,是你的。 容卿没有说话,即便身上快要散架了, 他也不会把白凤薇说出来。 你不说也没有关系,那我们就把他给杀了。 别玩了,赶紧把这些人解决,回去复命。 然而,就在那人的利剑落下,即将了结容卿性命的时候, 一道强劲的伶俐心来,直接将此人掀飞了出去。 敢抢我的神兽,我肯定是活你了。 白凤薇双眸凛然,他给白雪塞了几个丹药。 你不是什么人? 得罪了他,不仅他们活不了,就连他们的祖宗,也都要被他挖起来鞭尸。 他们是欢越大陆,开山葱的人。 谁让你插嘴的? 白凤薇二话不说,直接利用红玉的力量,将其牢牢地困住。 另外一人见状,惊讶过后,就想上前帮忙。 忽然,白凤薇身旁的男子动了,他猛然窜了出去,将那人扑倒在地,直接用力量把此人撕了个稀巴烂。 还活着的人一看,顿时胃里翻江倒海。 白凤薇也受不了这场面,手里的阵法差点一个不稳,松散开来,那人想要挣脱,被他一个凤语飞出,贯穿了心脏。 白凤薇转身蹲下,查看白雪的伤势。 雪儿? 他给白雪吃了一些寿丹,还有一些其他丹药。 他怎么样了? 曾是死不了。 白凤薇把白雪放进了丹田空间里面,在别人看不到的时候,丹田之中的起火之焰,一丝一缕地把白雪包裹了起来,深圳的骨骼也在咔咔作响,皮肉在燃烧,身躯在变大。 轩元战他们呢? 在另一个方向找你。 我去找他,你帮我把他们带回山洞。 你一个人太危险了,我和你一起去。 放心,我会把他们带回来。 人与男子无可奈何,只好先把容卿等人带回山洞,然后又沿着白凤薇的气息寻找了过去。 另外一片,轩元战等人的面前,站着三个从换月大陆来的修士,三人的修为都在画王一节到二节之间。 你就是玄凤中看中的天才,画尊九节而已,也不过如此吗? 威压死了,除了轩元战之外,其余的侍卫皆是面色仗红。 站里不稳,轩元战临危不乱,强烈的威压对撞,竟然与此人打了一个平手。 其余的两人见轩元战如此的难缠,也加入了战斗当中。 几个来回后,轩元战被一掌击中胸口,就在轩元战以为自己就要交代在这里的时候,白凤薇忽然从他身后扶住了他。 他感觉到有两颗丹药在嘴里面化开,芳香四溢,亲人心屁。 凤姑娘还活着…… 哼哟,此人身上有法宝,真是令人意外呢。 你们两个把这个人解决掉,既然是来送死的,那就别想活着离开。 活走。 白凤薇冷声嘲讽,将那两人困在阵法之中,轩元战心领神会,立刻朝两人玩命的攻击。 那两人一人化王一姐,一人化王二姐,被阵法困住的时候,结实一惊,之后便一起运气凝离。 再加上另外一人的外力帮助,白凤薇的阵法,第一次被攻破。 想不到你还会使用阵法。 你想不到的事情还多着呢,也不止这一件。 哼哼,嚣张,看张。 三人的修为都比白凤薇和轩元战高,两人没打算应亲。 走。 白凤薇和轩元战离开,可惜二人还没走多远,便被一人挡住去了。 想走没那么容易。 时间越长,对白凤薇和轩元战越不利,几个来回之后,二人双双被打飞。 白凤薇被重重一击,往身后的巨石上砸去,还没等他落地,另外一道攻击又接踵而至。 就在他抽干灵力,想要再次撑起凤断,却已经没有用的时候。 三天之处精光大盛,猛然间白雪携带着神术的威压霸气归来,一个幻术释放出来,直接把眼前的一人凭空消失。 白凤薇眼眸大正,白雪好像变了,她的身躯长大了一倍,现在有一人高,她的样子也成熟了不少。 唯一不变的,就是她飘逸灵动的气质,和浑身充满仙气的身姿。 那一边,一声懵横传来,轩元战被另外一人重创,白凤薇提剑飞身挡住那人。 忽然,她们身旁窜出一个身影,人鱼男子的右手五指成长,直接刺破那人的胸膛,将她的心脏套了出来,蹊跷流血,轰然倒地。 白凤薇在心中感慨,太暴力了。 白雪解决了另外一人,跑到白凤薇的身边。 主人,你没事吧? 我没事,你怎么突然就变得这么厉害了? 主人,我现在知道了,我身上的神兽之力被封印了,所以之前才那么惨,不久前我浑身被敲碎, 这直接导致我的封印松动,我也因祸得福获得了神兽的力量。 而且幸好有急火之焰,不然,它不会好得这么快,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已经没事了,主人,而且感觉力大无穷,以后,我终于可以保护你了。 白雪通体雪白,神圣灵动,带着一丝魅惑,更是多了一些成熟的威仪。 白凤薇让他回了丹田空间,毕竟,他的存在,恐怕比人鱼的存在,还让人热血沸腾。 好在这里的人,不认识鹅兽这种神兽,不然,他们同样会惹来很多麻烦。 刚才谢谢你了。 不客气。 轩辕湛也看到了此人,看来,这个人就是人鱼了,不过既然两人都不提,他们也不会提。 你还能走吗? 我也不能让你背我呀。 要不,你背他? 凭什么呀,要背我也只背你。 白凤薇上前给他处理了一下伤口,吃了几颗丹药之后,才搀扶着他往前走。 人鱼男子一把把白凤薇拉开,把轩辕架在他肩膀上,白凤薇在后面都差点追不上。 终于回到山洞,荣青等人见到他们回来,悬着的心也落了下来,轩辕湛被人鱼男子扔在了荣青身边。 还活着就好。 两人对视一眼,双双闭上眼睛,调息养伤。 白凤薇把这里所有的人都诊断了一遍,避免有人因为伤势过重而丧命。 经过一天一夜的休整,他们的伤势已经好了大半,至少不用有人搀扶了。 只要我们一天还在这里,那些人就还会派人前来,而且一次比一次的心位要高。 等这件事情解决,我们立刻离开。 他说的是人鱼的事情,人鱼救过轩辕皇族的命,只有等人鱼安全离开,他们也才能心安理得地离开。 只是,谁也不知道,人鱼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又应该用什么办法离开。 就这样休整了几天,轩辕湛党人的伤势也基本上好了大半。 他站起来,往外面走去,他得去找个地方洗澡,从红浴中把布里格拿了出来,直接去了浴室,快速地沐浴,然后回到房间换衣服。 看着好久没有睡的床,想起和墨九黎在床上的种种,脸色就忽然红了起来,身体也有些不由自主。 他拍了拍自己的脸。 想什么呢? 墨九黎缠着他的时候,他觉得吃不消,现在墨九黎不在,他又有想法,能不能不要这么分裂呀。 原路返回的时候,在路上遇到了两全结伴而行的修饰。 太热了,这个鬼天气,用灵力降温之后,还是很热。 真是,热到我想杀人。 白凤薇看了看天空,阴天,气温二十度左右,即便不用灵力降温,也不热,而就在他站在那里的时候。 啊,我受不了了。 其余的人看到这一幕,也是愣了一下,就连当事人,也是目瞪口呆地看着自己手里的剑。 我,我不是故意的。 其余的人闻到血腥味,神情忽然也暴躁了起来。 白凤薇觉得不对劲,开起红玉查看,发现他们身上都中了慢性毒。 你们最近吃过什么? 那些人听到白凤薇的声音,忽然清醒了过来。 我们没有吃这个岛上的东西,吃的都是我们自己带过来的。 白凤薇用红玉扫尸了一圈周围,发现这地上有一种花,能散发出一种让人产生幻觉,扰乱人族心性的气息。 她拿出几颗从欧红远和盐林那里拿来的解毒丹给他们。 把这个吃了,赶紧离开这个岛。 这个岛上要让人陷入疯狂,失去理智的植物。 这几人对白凤薇的话,深信不疑,纷纷治了丹药之后,急急忙忙地跑开了。 如果这种花存在于整个岛上的话,所有人都有可能动张,不能再在这里待下去了。 白凤薇快速地回到山洞。 赶紧集合人员离开,外面的人都疯了。 赶紧集合人员离开,外面的人都疯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这个岛上有一种能释放慢性毒气的花朵,能让人产生幻觉,导致人们暴躁不安,失去理智,然后做出意想不到的事情来。 他们好在待在这个山洞里面,不然也同样会重招。 先集合人员,我们留在这里。 他们两个可以随时离开,去到幻月大陆。 本宫兴去集合人员。 凤姑娘,你与船只一起离开,这里的事情交给我们。 白凤薇知道他们说的是人鱼的事情,不过,她并没有急着离开。 她就在这个岛上等云出银和月链二也是一样的。 她还想着采集一些那种花,说不定可以炼制出厉害的毒丹。 不用管我,你先去吧。 宣渊站知道她有自己的打算,所以也就没有强求,转身带着人离开。 凤姑娘,你自己小心,办好事情之后我们后来这里找你。 终于走了,现在就只有我和你了。 我也要走了。 你要走? 我去外面弄点药材。 那好吧,我帮你采摘药材。 白凤薇也没有管她,毕竟她的实力也没有人能够伤得了她, 她还是踩着药材要紧。 那一边,宣渊站和荣青已经把消息散发了出去, 陆陆续续的已经有修士坐着船离开了这个小岛。 不过,还是有人不甘心。 他们说这里有让人失去理智的毒气, 我怎么也没有感觉到, 他们一定是危言耸听,想吓走大多数人, 然后找到人鱼之后就可以独吞。 我看也是, 人越少,竞争的压力就越小, 所以这其中一定有什么阴谋。 至于这些人, 宣渊站也没有理会,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但是, 皇家侍卫还有他们带来的人, 他都强制他们上了船。 做这些事情, 用了他们一天的时间, 看着飘荡在海边上的船只, 他们也略微地放下了心。 宣渊站和荣青返回岛上, 寻找白凤薇和人鱼, 当他们行走到一半的时候, 天空忽然传来一个鬼秘幽远的声音。 什么声音? 荣青也听到了, 这是一种让人不自觉产生恐惧心理的声音, 两人对视一眼, 预感不妙, 加快了速度。 这个声音, 白凤薇和人鱼男子也听到了。 什么声音? 人鱼男子皱眉。 你真的不厉害吗? 现在不走待会就没有时间了。 放心吧, 我不会有事的。 反正有生命危险的时候, 墨久离户来救他, 他还有点期待呢, 毕竟他好久没有看见他了。 神鱼男子笑得意味不明, 眸中有淡淡的遗憾散开。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呀? 你和他们一样叫我凤薇渊就可以了。 我叫宇伯渊。 挺好听的名字。 白凤薇起身看向男子的时候, 却被眼前的景象给震惊了。 大海之上, 有高达几百米的巨浪正在往这边快速赶来, 是海啸。 你早就知道会有海啸是吗? 你快走吧, 现在还来得及。 海浪遮天蔽日, 就连这个岛在海浪的冲击下都会被毁灭, 更何况是人。 白凤薇停止采药, 立刻去找轩辕湾和容卿。 先离开这里, 海浪一来, 还留在岛上的人, 就不会对人鱼造成危险。 可现在已经没有船只浪, 凤姑娘, 这是去换越大陆的玉碎, 你先走。 他们不会丢下人鱼, 不然, 对不起列祖列宗, 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我死不了, 你们先走, 换越大陆见。 可是…… 别废话。 白凤薇瞬间将灵力灌入玉碎之中, 把轩辕正和容卿带离了此地。 你为什么不和他们一起离开? 我还有事, 还不能走。 你不怕死吗? 我不会死的。 白凤薇此时有一种主厨的心理在身上, 她想要墨九里来救她, 因为她似乎有点想她了。 在面对如此恢弘恐怖海啸的时候, 渺小的白凤薇深刻地意识到, 她的确真真实实地爱上了墨九里, 不是意识兴喜, 不是情欲之患, 不是皮囊之爱, 一种说不上来的, 让人热血沸腾, 头脑不正常的爱。 白凤薇看着遮天蔽日的海浪, 我真是疯了。 整个人瞬间被卷走, 排山倒海, 旋转冲击, 而凤断就只支撑了一小缓就算了, 整个人根本就没有办法在如此巨大的威力之下稳住身形, 眼前就是一个尖锐的礁石, 差点撞上礁石的时候, 宇伯渊从一旁将它脱举出了水面。 我送你回去。 而此时, 海啸已经过去了大半, 天空突然响着一声惊来, 骤然出现几个水重, 看着宇伯渊的神情, 白凤薇就知道, 这就是他回去的方法, 你先回去吧, 我自己可以。 你早就知道我是人鱼了是吗? 你不是也已经猜出, 我早就知道你是人鱼了吗? 你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人鱼看了一眼远处的水重, 还是决定把白凤薇送回岸边。 你做好, 我送你回去。 不必, 你看水重快消失了, 我不会有事, 即便我危险, 我夫君也会赶来救我的, 而你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你夫君? 你成亲了? 对, 你快走吧。 而宇伯渊却没有动, 他的手指忽然划破了自己的胸膛。 你干嘛? 不过, 原本应该血腥的场面没有出现, 而他手上赫然握着一颗晶莹剔透的珠子。 这个你拿着, 这就是人人梦寐以求的水灵珠, 拥有了它就能在水中自由呼吸, 抵抗水压和水波的晃动。 这可是心脏啊。 我不只有一个心脏, 现在也没有办法装回去了, 你拿着我才能放心离开。 宇伯渊也不知道自己这样做对不对, 但是他就是这样做了。 再见了。 他转身, 就没入了大海之中, 白红尾握着还有些温度的水凉桌, 再看时, 宇伯渊已经距离他很远了, 宇伯渊在水中的尽头, 转头看向无边无际的海面上, 那一抹柔和刺眼的身影, 最后,一头扎进了头顶上, 另外一个时空的汪洋之中。 骤然间, 水柱消失, 天空顿时就恢复了风平浪静, 想起自己不久前的那种赌徒心理, 他不自觉地玩耳一笑, 那种用自己的生命安全来让墨九里现身的事情, 他是不会做了, 这不是他的风格, 幸好刚才及时收起了这种心思, 不然, 自己都鄙视自己。 扎尔, 忽然一个浑厚幽远的声音, 从四面八方传来, 一个巨大的生物从他脚底下腾空而起, 而他也直接踩在生物的背上, 被带到了高空之中, 白凤薇看着脚下庞然大物, 目当口呆。 这是什么? 难道, 这就是传说中的坤? 就在他思考这些的时候, 他已经被坤带到了深海上空, 他体积庞大, 速度极快, 不过是眨眼间, 就已经行走了不知几千里, 白凤薇内心终于开始恐惧。 叶蛇, 快来救我! 白凤薇欲哭无泪, 他真的快要被带到外太空了, 就在他脑子一片空白的时候, 腰上忽然多出了一个力道, 熟悉的气息融入鼻息, 带着安全的味道, 白凤薇转身投入墨酒里的怀抱。 叶蛇! 别怕, 我来了。 这是什么东西这么大, 速度还特别快, 我还没反应过来, 他就给我带到这里来了。 墨酒里也想不到, 坤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他不知道和坤说了些什么, 坤立即就放慢了速度。 他听你的话? 勉强能交流。 你太厉害了, 能让他送我们回去可以吗? 转眼, 两人已经在坤的带领下回到了岸边。 你能在危险的时候想到我, 我很开心。 他能感觉到, 他眸中那无尽爱慕的目光, 异常的热烈。 我想你了。 墨酒里一愣, 想不到白凤薇会直白地说出来, 随即一喜, 迫不及待地封住了他的船, 而他忘情地搂着他的脖子, 气息相欠, 忘乎所以, 即便深深的衣物还在, 但他能感觉到, 衣衫之下, 他已经熟悉了的肌肉线桥。 一吻闭, 二人皆是气息不稳, 白凤薇软弱到, 只能靠着墨酒里的力量才能站稳。 你最近很忙吗? 嗯, 等那边的事情告一段落, 我就腾出时间来陪你。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那边确实发生了一件棘手的事情, 魔尊的一个魂魄, 突破封印溜了出来, 为了不让白凤薇担心。 不是什么大事, 这些事情我会处理, 你不用担心。 白凤薇没有回轩辕过黄肠, 而是在旁边找了一个 还算干净平坦的地方住了下来, 回到布里格, 白雪就跳了出来。 主人主人, 那条鱼太胖了, 居然占了一半的空间, 我要出来偷偷窃。 以前白凤薇都放心地让他出去玩, 现在白雪变厉害了, 他更加地放心, 就让他出去玩了。 白雪刚刚离开, 莫九里来到了白凤薇的身后, 将他壁咚在身后的门框上, 白凤薇看着近在咫尺的俊言。 你有空吗? 怎么了? 白凤薇忽然搂住他的脖子, 直勾勾地盯着他, 睡你。 乐意奉陪。 不知何时, 白凤薇感觉自己躺在了床上, 房间里面的温度升高, 莫九里在自己忍不住 快要变身的时候, 咬了他, 释放了些许的念想, 否则, 他恐怕真的难以忍耐。 莫九里看着安静睡着了的白凤薇, 他现在还没有常常起来, 还不能让他暴露, 英宁一声, 白凤薇钻进他的怀里, 像是一只娇娇软软的小猫咪, 也许就连他自己都没有发现, 他在莫九里面前的时候, 与平质里, 叹若两人, 都是真实的他, 但那最柔情的部分, 只有莫九里看得到。 在梦中, 白凤薇觉得自己睡得很安稳, 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身上忽然多出了一样东西, 醒过来的他, 发现是莫九里在搞鬼。 与人说, 现在什么时候了? 清晨。 你怎么在我没有醒来的时候就这样? 在梦中你不是已经答应了吗? 而且在你没有醒来之前你也没有拒绝, 我询问了你的意见, 经过了你的同意我才开始的。 那是梦? 他确实是做了一个梦来着, 梦中, 莫九里完全展露了他的本性, 直接变成了一条蛇, 无所不用其极地诱惑他, 引诱他缠沦。 虽然是梦, 但是你接受了他, 不然我如何成功地与你在一起呢? 白凤薇此时已经没有办法思考, 在一种极其飘忽不定的感觉下, 放肆着莫九里的放肆。 不知何时, 他又睡了过去, 等他醒来的时候, 莫九里就在旁边看着他, 他甚至在恍惚间, 贪恋上了这种感觉。 我以为你已经走了。 我不想走。 白凤薇听他这么说, 就知道, 他呆不长, 不过便未有什么想法, 他们一向巨少离多。 我给你带了很多吃的, 现在饿吗? 前几天, 我的饭量忽然就正常了, 现在随便吃一点就可以了。 白凤薇爬起来, 打着哈欠。 啊, 我去沐浴, 你等一下。 他说的是等他吃饭, 莫九里却以为, 他让他等着他出来之后, 再继续刚才的运动。 严蛇, 你不准偷看, 知道吗? 一抹笑, 在眼角化开, 我不偷看。 得到肯定的回答, 整个人埋进了温温热热的水中, 水温刚好, 泡在里面浑身的细胞都打开了。 小薇儿, 需要我帮忙吗? 你不是答应过不偷看的? 他其实一点也不相信, 莫九里会控制住自己。 莫九里湿湿然向前, 双手扔在浴桶上。 我没有偷看啊, 我明明就是光明正大的看。 所以你还有理了? 如果夫人因为这个交致我的罪, 我也心甘情愿。 那就罚你, 我要靠近我, 不然, 他连洗个澡都不能好好洗。 这个不行啊, 其他的什么都可以, 除此之外, 你甚至可以要我的命。 那你的命以后就是我的了, 以后没有我的允许, 可不能随随便便的, 让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 何止是命, 我的心和身体都是你的。 莫九里说着说着, 眼眸中的神色开始有了改变, 白凤薇眼眸一明, 顿时把手抽回来。 你赶紧出去, 别待在这里。 不然, 他的腰要不保了。 莫九里手中的柔软消失, 他原本穿在浴桶边的另外一只手, 假装一滑, 整个人直接掉进了白凤薇的浴桶里面。 眼神, 你能做得再明显一点吗? 真的有那么明显吗? 眼前的人神情肆意用懒, 双眸长彻, 却又深邃迷惑。 这种反差感, 让白凤薇不动声嘶地咽了咽口水, 一句不合时宜的话, 措口而出。 你的衣服都湿了, 你先把它脱了。 所以夫人这是在暗示我什么吗? 你已经默许了是吗? 你爱脱不脱啊? 他明明是想说, 让他去换一身, 他才不想解释, 不然越描越黑。 但是他这样说, 在莫九里看来, 还有些心虚和羞涩的样子, 更是让他的内心, 燃起了汹涌澎湃的火焰。 既然夫人让我脱, 我当然没有不脱的道理。 于是, 白凤薇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 把深深的衣服扔到了一边。 可以了可以了, 你别全部脱完。 为什么呀? 夫人刚才不是看得津津有味吗? 你别脱了, 刚才是我考虑不中, 你好歹留一件。 这里也湿了, 不脱下来我怎么换呀? 他试图往下, 却被白凤薇抓住了手, 难免地会碰到某些不可言输的东西。 空气瞬间安静了下来, 白凤薇默默地把手撤回来, 整个人好想逃离这里。 为什么变成这样? 事情是从哪一步发生了转变的? 白凤薇见莫九里还不走, 小心翼翼地看下他。 要不, 你先出去。 我在床上等你。 白凤薇耳朵和脸色微横, 万恶营为首, 银蛇就是罪恶之缘。 在心中把莫九里骂了一百遍之后, 他沐浴结束, 想起莫九里离开玉桶时和他说过的话, 白凤薇心有余计, 他暗磋磋地把头探出来, 目光往床上看去。 还好莫九里不在, 一事, 他相安理得地走了出来。 过来用膳。 白凤薇被吓了一跳。 你干嘛也生不坑啊? 夫人心虚, 你在怕什么呀? 夫人心虚, 你在怕什么呀? 嘿嘿嘿, 我没有心虚啊, 而且有你在, 我什么也不怕。 莫九里没有拆穿他。 先吃点东西。 莫九里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桌子的膳食。 你说, 你对我太好了, 爱你。 被忽然表白的莫九里内心震动, 一种难以言喻的情绪传遍全身。 你发什么呆? 小薇尔, 你听到我的心跳了吗? 这里因为你而跳动, 只因为是你他才是活的。 白凤薇尔边是他的胸膛, 心有力的心跳伤, 清晰地传进了他的耳朵里面, 纠缠上了他的心。 两颗心一起跳动, 同行共振, 一直以来, 都是莫九里在诉说爱意, 他或许忽略了, 他也需要他明确的表态。 莫九里, 我喜欢你。 莫九里紧紧地用着他, 力道大的, 似乎要将他揉碎。 我知道, 你早就已经喜欢上我了, 我也很高兴, 能让你把我放在心里。 我快要喘不过气来了。 感觉到白凤薇的无助, 莫九里才依依不舍地放开了他。 白凤薇深呼吸了几口气, 我要吃饭了, 饿死我了。 莫九里略想无奈, 这感情转换得也太快了一点。 想吃什么? 想吃你。 你想先吃哪里啊, 我都可以。 莫九里这么一说, 白凤薇就闭了嘴, 他不能这样随意地撩拨莫九里, 不然最后吃亏的还是他, 他就是又菜又爱玩, 看着他埋头吃饭的怂了, 莫九里默默地笑了笑, 白凤薇自在心中叫苦不迭, 说好的, 拿他来炖舌汤, 喝血吃肉的呢, 现在好像反过来了, 被吃的人怎么变成了他, 真是造化弄人, 苍天无情。 莫九里也给他剥好了足够的虾, 放在他面前, 看着他慢慢地吃东西, 他似乎从来没有这么耐心地对待过一个人, 而他现在就完全地沉溺在其中, 无法自拔。 白凤薇瞥了一眼, 一眼不眨地看着他的莫九里, 现在看来他简直是转了呀, 单单就外表来说, 莫九里就已经做到无可挑剔了。 小薇是在想待会怎么吃我吗? 还沉浸在自己思维当中的白凤薇, 忽然听到莫九里这么说, 心中的想法脱口而出。 我在想, 和你在一起, 我好像转了。 我才是转了。 他让他原本毫无意义的上面有了光彩, 唤醒了他内心最渴望的东西, 和最柔软的地方。 白凤薇看着莫九里, 他感觉有些不真实, 这样的人是真的存在吗? 而且, 他还是他的, 这样下去, 他睡着都会笑醒的好吧。 他吃完东西之后, 和莫九里一起收拾了桌子, 莫九里又拿出了平时就给他准备的膳食, 还有很多拆还首饰, 价值不菲的衣犬, 统统装进了白凤薇的戒指里面。 白凤薇见他把这些东西都拿出来给自己, 就知道他要离开了。 第一次, 他想要把他留下, 而他可怜兮兮, 又难舍难分的目光, 深深地刺痛了莫九里的心, 他看着白凤薇, 忍不住地吻住了他的船, 只是一个吻, 便勾起了鼻子的念想。 天快黑的时候, 白凤薇在后知后觉地清醒过来, 你还不走吗? 明早我再离开。 眼看着就要天黑, 他一个人在这里, 一是不放心, 二是心疼他孤身一人, 白凤薇没有说话, 好久没有好好休息的他, 很快就又睡着了, 直到第二天醒来, 他才发现莫九里已经离开, 他看到桌子上的一张纸条, 以后想要什么东西直接和我说, 不要别人的东西。 他什么时候要过别人的东西了, 又忽然恍然大悟, 难道他说的是水灵珠? 料想, 莫九里可能是黑着脸走的。 这条野蛇, 有些不会和我说吗? 把库房里所有的东西清理一遍, 然后把树木盛上来。 还不快去? 是, 谁惹到你了? 老头呢? 他正在想办法找被他不小心放出来的魂魄。 是的, 被封印的摩尊就是被南岳相翁不小心放出来的, 他当时想要查看一下封印, 结果却适得其反, 让摩尊的一个魂魄找到机会溜了出来。 最主要的是, 他当时并不知道此事, 是莫九里和蓝青州之后才发现了这个事情, 南岳相翁得知此事, 自责不已, 已经来来回回地找了很多遍了, 不仅是他, 莫九里最近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而奔波劳碌, 不过, 他们不知道的是, 莫九里生气是因为见不到白凤飞, 而不是因为魔尊的魂魄跑了出来的原因。 现在那个魂魄已经躲起来了, 等他自己出来吧, 你去和老头说一声, 不要太卖命, 那把老骨头用来游厘山穿大河就可以了, 不要整天为这些事情忙碌。 南岳相翁在门口听到莫九里这么说, 感动得都快要哭了, 想不到你们对我这么好啊, 看来, 我是苦尽甘来了。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只是怕你越帮越忙啊? 南岳相翁吹胡子瞪眼, 师父, 最近你太累了, 你先下去休息吧, 这些交给我们。 你是不是在外面受了气啊, 所以逮到谁就咬谁? 不得不说, 南岳相翁真相, 莫九里现在还对白凤飞戒指里面的那个水灵珠耿耿于怀, 只有人于自愿掏出来的心脏, 才是水灵珠。 这让莫九里怎么淡定啊, 他现在整个人都是生气的, 但是他气的是自己。 哎呦, 他真的让我说中了, 我很好奇, 谁能让你受气啊? 莫九里看着这两人看戏一样的表情, 干脆不理会他们, 在两人的再三追问下还是艰口不严。 之后, 蓝星舟和南岳相翁离开, 去寻找魔尊的魂魄, 另外一边。 薇薇, 终于找到你了, 我们前两天被海啸耽误了行程, 真是急死我们了。 就知道你会没事。 差点就有事了, 不过后来莫九里来救我了。 白凤飞把他最近经历的事情, 都和他们说了一遍, 各种精彩的事情, 还有危险的事情, 都让月亮而听得津津有望, 还有就是丹星和惊奇。 之后, 白凤飞把那个隐身法宝拿了出来。 送给你, 就当是我给你们的新婚礼物。 你们的新意, 在我们成婚的时候, 邀月阁就已经送来了, 这个我们不能再收了。 这可是法宝, 太贵重了。 幻月大陆危险重重, 有了这个在身上, 我也放心一些。 云出银还好, 他怎么说也是画尊终具的修为, 而月亮而才刚刚过了画魂, 在那个强者如云的地方, 没有点护身符, 恐怕会吃亏。 在白凤薇的坚持下, 月亮而收下了隐身法宝。 对了, 薇薇, 你夫妻呢? 他早上刚走, 他那边最近事情比较多。 你想好了吗? 真的认定他了? 比较, 那条蛇陪在白凤薇身边的时间太少了。 目前就是他了。 只要是你的选择, 我们都支持你。 夜灵而和云出银看着他, 希望他能拥有自己的幸福。 墨九里虽然和白凤薇在一起的时间比较短, 但他对白凤薇的好, 都看在他们两人的眼中。 三人在一起, 说着说着, 就说到了白雪的身上。 白雪冒出来。 白雪, 你也太好看了吧? 以前只是本神兽, 还没有长大而已, 以后我就可以保护你们了。 好了, 别炫耀了, 准备一下, 我们立刻出发货约大陆。 主人, 有一件事情, 我想现在和你们说。 你说。 自从我的神兽之力恢复之后, 我就想起了我自己的身世。 白凤薇眼眸一亮, 如果白雪自己想起来了, 那就太好了。 不然, 就像是无头苍蝇一般, 很难有结果。 其实, 我来自一个很远的地方, 那个地方叫星云大陆。 我的父母是奉神女之命, 看守魔尊封印的神兽。 星云大陆? 玄来除了幻月大陆外, 还有这么一个大陆。 当时我刚刚出生, 就有魔族的人想要来抢夺我, 所以我的父母就施展幻术, 把我送到了清风大陆。 为了不让我的神兽身份被发现, 所以我的父母在我身上下了一道封印。 那你的父母呢? 我也不知道, 我能感觉到他们还活着, 具体的情况因为距离太远, 所以我不能感应到。 既然还活着就好, 我们一定会找到他们的。 是啊, 雪儿, 你放心吧, 他们现在应该知道你的封印已经解除了, 或许正在为你的成长而高兴呢。 白雪忽然抬起头来。 你们对我太好了。 好了, 别太感动, 整理好情绪我们要出发了。 对了, 主人, 你们不知道, 魔族是一个嗜血的族群, 魔族的人想抓住我, 然后放干血, 让魔尊从封印中出来。 这些消息, 白凤威党人还是第一次听说。 为了以防万一, 不到万不得已, 还是不要显露真身。 我知道了。 真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现在白凤威的父母还没有找到, 想不到又有这样的消息传来, 或许总有那么一天, 那魔尊一定会重现人间, 到时候恐怕又是一场浩劫。 海边, 白凤威拿出当初方天记留下的玉坠, 灵力灌入其中, 瞬间有一道光落下, 把三人带离了此处。 恍惚之间, 白凤威三人就来到了一个弱大的森林之中。 威威, 我们现在已经在换月大陆了吗? 应该没错。 有人, 而且似乎发生了冲突啊。 你们开山宗还真是胆大妄为啊, 居然在宗门联合任务的时候, 对其他宗门的弟子下杀手, 你们就不怕被宗门联盟致罪吗? 只要你们死了, 有谁知道这件事情是我们开山宗做的。 你们一死, 再引来妖兽践踏你们的尸体, 就能制造成你们是被妖兽袭击的假象。 简直是卑鄙无耻, 听说过开山宗的名声不太好, 没想到你们竟然是如此行刑的宗门。 怎么办啊, 师兄。 被称为师兄的人没有说话, 眼模糊人变得凌厉起来, 摧开身旁的尸体之后, 挡住致命的攻击。 君生, 你也不过如此嘛, 你们太卑鄙了, 有本事一对一, 这样一群人打我们, 算什么英雄好汉呀? 那又怎样, 只要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啊。 废话少说, 受死吧。 就在所有人以为, 君生必死无疑的时候, 一道灵气忽然从旁边闪过, 再一看, 那人已经倒在了地上, 不想人事。 维尔, 他们怎么会忽然出现在这里? 维尔, 他们怎么会忽然出现在这里? 他内心又激动又担忧。 你怎么样啊? 没事, 你们是谁, 居然敢坏我们的好事? 我们就是我们, 人就在你们面前, 难道你们是瞎子吗? 你, 我的意思是你们是哪个宗门的, 居然敢明目张胆地和开山宗作对? 你说你是开山宗的人? 他在宣元国的时候, 就与开山宗的人发生过冲突。 是啊, 识相的就赶紧离开, 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这里除了我们这些人, 还有其他人吗? 只要你们死了, 谁知道你们是被我们杀的? 开山宗的人又是一夜, 他们刚才也对军生等人, 说过同样的话, 想不到, 现在就被人原封不动地还给了他们, 不过, 他们人多, 谁生谁死还不一定呢? 一个不留, 上! 白凤薇瞬间一道凤语绝杀, 不过是一招而已, 对面的人就已经倒下了十多个, 远出炎和月亮二一起加入战斗, 与剩下的几人战斗在一起, 白凤薇转身给军生吃了几颗丹药。 还好吧, 他也没有想到, 会在这里遇到军生, 军生看着他, 在这一刻, 他似乎明白了自己的心意, 他就是他爱的人, 以前的白凤薇是他认为的责任, 是一种儿时的美好, 而眼前的白凤薇, 才是他念念不忘的人, 不过, 他不会给他徒增烦恼, 眼去眼中的情绪。 没事, 谢谢你, 不然我今天就交代在这里了。 别硬撑了, 你休息一下, 这些人谁也走不了。 眼看着有人就要逃走, 白凤薇精神力释放, 阵法瞬间拔地而起, 扶闻大声, 那人脚下一转, 顿时就当场丧命。 军生看着眼前的白凤薇, 忽然有一种想要将他抱住的感觉, 就只是安静地相拥而已。 不过, 所有的感情, 最后只化作一声问号。 你们什么时候来的? 来这里是要做什么? 有没有意愿加入宗门? 你的问题太多了, 我一时也不知道回答哪一个。 是我着急了, 不过能在这里看到你们, 我真的很高兴。 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 更何况是看到自己喜欢的人。 军公子, 想不到会在这里遇见你。 对了,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其他人也围了过来, 对白凤薇等人表示感谢。 不必客气, 我与开山宗也很不对付。 这些都是我们宗门的兄弟们, 最近一直在这座森林里面历练, 还有其他宗门的一些修饰也在, 算是各大宗门之间的一个小型联合行动吧, 只是想不到, 开山宗会迷目张胆地这样做。 恐怕其他宗门有名气的弟子, 也受到了暗杀。 宗门联合比试大赛就要开始, 所以有些宗门会按中使手段, 排除各种竞争对手参赛的可能, 好让自己的宗门更上一层楼。 这么一说, 白凤薇他们也就明白了, 斗争无处不在,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军商等人略作休整, 就要回宗门, 临走之前, 军商来和他们辞别。 对了, 我所在的宗门叫玄凤宗, 在距离这里一千多公里的地方, 那边的城镇更加的繁华, 到时候来找我。 好, 我们去了, 一定联系你。 维尔, 你们小心, 我走了。 等一下, 这些丹药你拿着, 以备不时之需。 他的丹药自然都是上品金丹, 其中那颗暴灵丹, 能直接提升修饰一阶的修为。 军商知道还有这种丹药的时候, 兴亚于白凤薇的炼丹技术, 不过他会帮他保守秘密, 出现在白凤薇的面前。 夫人, 你的母亲是凤一城凤家三小姐, 这是我们收集到的关于凤家的消息。 白凤薇接过消息。 辛苦了, 那人迅速退下。 薇薇, 上面写了什么? 凤家三小姐凤千宁在二十年前轰事, 而凤家也在不久之后, 彻底消失在凤一城, 原因不明, 下落不明。 所以凤三小姐就是你的娘亲, 那为什么会有她轰事的传言? 她又为什么会出现在清风大陆啊? 这也正是白凤薇不明白的。 现在能确定的是, 我的娘亲就是凤千宁, 不过现在不仅是她和父亲不知去向, 且连偌大的凤家也不知所踪。 围巾之计, 只能是先去一趟凤一城, 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而且, 当初她父亲身受重伤, 必定是要寻找治疗方法的, 也可以在这方面多留意。 我们现在要去凤一城吗? 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 着急也没有用, 现在这里停留几日, 把这里的基本情况摸清个大概再说。 而且, 月莲儿的修为差不多快要晋升到化魂二级了, 最近几日, 他们还可以把重点放在修炼上。 之后, 既然离开森林, 去了最近的城镇。 听君生说他们刚才出来的那个森林, 是各大松门联合立殿的地方, 避免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于是, 他们选了一个别的森林去立殿。 到天黑的时候, 他们数了一数, 妖狩的兽单总共有二十个那么多。 太多了, 这只是我们一天之内达到的耶。 兽单都在云朱银那里, 他把兽单给白放威。 你保管着。 我暂时用不到兽单, 这些都是给你们准备的, 特别是灵儿, 在丹药兽单实战训练的辅助下, 实力一定能突飞猛进。 至少放一些在你那儿。 不用, 你收起来, 晚上带着灵儿修炼, 我听说双修还能增进修为, 你们可以试试。 空气有瞬间的安静。 喂喂, 你在说什么? 双修并没有那么简单。 哦, 不简单吗? 他怎么感觉, 和墨九离双修的时候还挺简单的。 嗯, 那是一门功法, 并不是想修就能修的, 我们没有功法秘籍, 不能万修。 云朱银毕竟是个男人, 知道的要比白凤威他们要多一点。 白凤威想了想, 忽然从戒指里面拿出了一本书, 上面写着几个字, 双修要绝。 你们看一下, 是不是里面说的这样? 这是什么书啊? 月灵儿好奇地接过来, 翻开一看, 结果却脑袋冲写, 顿时愣在那里。 云朱银撇见书中的内容, 把书合上。 我们回去看。 白凤威没有看过, 但是书已经被云朱银收了起来, 拿回来似乎不太合适, 于是又从戒指里面拿出了另外一本, 他翻开一看, 眼睛顿时就瞪大了, 快速地翻阅着。 妙子, 想不到这功法竟然如此厉害, 下次莫久离来的时候, 一定不能放过他, 必须无尽其用, 拿来修炼。 喂喂, 你这样在这里看真的好吗? 白凤威反应过来。 呃, 人之常情, 人之常情, 走吧, 我们回去看。 谁要看了? 我刚看过了, 这个功法的主导权, 主要在男性身上, 你看不看都行, 云朱银看就行了。 叶灵儿无语地逼了嘴, 看向云朱银的目光, 情深意中。 累不累啊? 不累, 虽然他说不累, 但云朱银还是把他背了起来。 你休息一下, 我走就行了。 叶灵儿嘿嘿嘿地笑出了声, 爬起来在云朱银的侧脸, 亲了一口, 白凤威在他身后, 一路吃着狗粮, 吃到了客栈。 喂喂, 我的修为尊敬了。 是不是双修的作用? 男人果然在这方面天赋异兵, 一个晚上就学会了, 真是让人望尘莫及。 云朱银刚好来到他的门口, 听到他们的对话, 站在那里进来也不是, 后退也不是。 这两个女人真是的, 偏偏对这种事情感兴趣。 吃饭了? 白凤威和月灵儿对视一眼, 咧嘴笑了笑。 今天, 云朱银和月灵儿继续去林中历练, 白凤威让白雪跟着他们, 而他则准备在城镇中看一看。 三个月后就是松门之城, 也不知道这次松门之间的排名会是怎么样的。 哎, 还不是那样, 无非就是四大宗门换着作, 其他的排名也不是很重要, 不过我倒是听说玄凤宗这几年发展挺迅速的。 你说的也不错, 四大宗门虽然依旧厉害, 不过他们的压力也很大, 其他宗门一直都对四大宗门的排名伙食担担。 毕竟只有排在第四名之前, 才有资格进入宗门联盟, 但是要职。 听到宗门联盟, 白凤威忽然想到方天记这个人, 白鹤先士就是被他带回来的, 不知道现在白鹤宗是一种什么情况, 正当白凤威想要付钱离开的时候, 店家却不知所措地看着他。 有什么问题吗? 小姐, 我们店只收零食, 不收金子。 白凤威裂开了, 正当他准备拿出零食付钱的时候。 哪里来的穷鬼, 居然连一碗茶的费用都付不起? 掌柜的, 这里被我们包了, 立刻清场。 清场可以, 清场的规矩是付清所有人的费用, 另外再增加十倍的价钱。 你看我们像是付不起零食的人吗? 这人一边说, 还一边扫了白凤威一眼, 意有所指。 那人见白凤威还站在这里, 趾高气扬道。 是不是想来这里吃白食? 告诉你, 你的费用自己清算, 即便我们包场了, 也不可能帮你清算费用。 白凤威脸色带着三分凉薄, 气氛漫不惊心。 不是说包场交负责所有顾客的费用? 怎么, 你们给不起? 给不起就不要包场。 我们怎么可能给不起? 小姐, 我们只是不想帮你给。 别搞错了哦, 不是我让你们给。 是啊, 这位小姐还没有离开, 那么她的费用理应由包场的人负责, 这是规矩。 清场费用是三十万五千下品零食, 你们需要一次性付清所有的零食。 你这是抢钱呢? 你们要不要包场? 丫鬟还想说什么, 一直没有说话的小姐说话了。 退下, 哪来那么多废话? 小姐, 出发前夫人说过, 一切事由都要听从奴婢的安排。 白凤薇一看那小姐的气息就知道, 她被气得不轻。 既然小姐觉得不用普章浪费, 那我们就不包场了。 周围顿时爆发着一阵阵轰响声。 笑什么笑, 我们只是不想浪费而已, 可不像这个骗吃骗喝的人, 真是不要脸。 我怎么感觉你才是护家护卫的人呢? 你说谁呢? 说你啊, 难道你的耳朵是白色吗? 你是哪里来的野丫头, 居然敢这么说我? 有本事, 你拿出零食来啊, 只要你拿出零食, 我跟你跪下磕头认错都行。 灵达, 你话太多了。 小姐, 你等着, 我就不信这个人能拿出零食来。 应该跪的人是你。 几个黑色的零食咕噜噜地滚在柜台上, 掌柜的眼眸顿时瞪大。 天哪, 居然是上品零食。 什么? 丫鬟不可置信地看着掌柜手上的零食。 真的是上品零食啊? 天哪, 想不到有生之年还能让我看到上品零食。 几个零食而已, 他们的反应会不会太激烈了一点啊?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 就连中品零食都很难得, 更别说是上品零食了。 姑娘, 你刚才的费用一个下品零食就可以了, 这个上品零食我们店里一直找不开。 白凤薇顿时拿出了好几个零食给他挑选。 你随便选一个吧。 他不知道哪种才是下品零食, 要不是墨九黎在他戒指里面放了零食, 他今天指定要丢脸了, 直接让周围的人目瞪口呆, 真是大气, 这才是真正的低调奢华啊, 丫鬟的脸色难看至奇。 我们不在这里休息了, 换一下吧, 小姐。 不然, 一道零鸭落下, 丫鬟直直地跪了下来。 在我面前耍微风, 恐怕你是找错了人。 丫鬟堂的脸色已经扭曲到了极致, 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大胆, 你竟然敢公然这样对我们的人。 大家可都是听见了, 只要我能拿出零食来, 他就给我下跪道歉, 现在他只是下跪了, 还差道歉呢, 他不道歉是起不来的。 你别得理不饶人。 你都说了我有理, 我干嘛要饶恕你们, 即便我没有理, 我也不是轻易会饶恕别人的人。 他都已经跪下了, 你太过分了, 这让他的脸面往哪里割啊? 这是你们的问题, 不是我的。 总之, 道歉吧。 眼前的人无奈, 立刻吩咐身边的护卫, 上前把丫鬟扶起来, 一个侍卫试了试, 使出了全身的力气去拉拽丫鬟。 结果, 那丫鬟依旧跪在那里, 就像是生根发芽了一般。 废物。 又让身边的几个侍卫一起去拉, 丫鬟依旧跪在那里, 动也不动。 小姐救命啊, 你快让这个人放了我, 如果我有什么好歹, 夫人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这是你的事情, 你道歉就能结束痛苦的处境, 又何苦来求我? 难道你认为, 我一个被强行卖给一个老头当妾室的小姐, 有这个能力帮你吗? 这位小姐才十六七岁, 真是大好的青春年华, 想不到就要结束这样的命运。 真是可怜啊。 那位小姐看了白方的一眼, 眼中带着羡慕, 她一个小姐, 平时受尽了下人的欺负, 特别是这个丫鬟, 她甚至还有些高兴, 终于有人来收拾这个人了, 真是大快人心。 什么口屁小姐, 我是不能修炼的废物而已, 你活该被夫人卖给一个老头。 好疼啊。 小姐, 你就帮她求求情吧, 不然耽误了刑长, 到时候吃亏的还是你。 惹事的是你们, 却想让我替你们求情, 你们怎么样关我什么事, 大不了大家一起死。 那些丫鬟和护卫都忽然被震慑住了, 一时也不敢再让这位小姐求情, 只好把目光看向了一边看戏的白凤威。 别看我, 我也没有办法。 丫鬟痛苦不堪, 原来嚣张的气焰, 此刻已经被消磨殆尽。 我错了, 我不敢狗眼看人爹, 都是我大言不惭, 求你放了我。 早这样不就好了。 话音刚落, 丫鬟的身子瘫软在地上, 其余的人立刻将她扶了起来。 一味的退让, 只能换来别人的得寸进尺, 你好自为之。 谢谢。 白凤威手腕一动, 一颗丹药进入女子的嘴巴里面, 瞬间融化。 而女子却惊奇地看着她, 想说什么, 却被白凤威打断。 不客气。 说完, 便转身离开, 也许是心血来潮, 也许是觉得同病相怜, 她希望有必要的时候, 能赠人玫瑰, 手留余香。 那小姐不过是中了毒, 所以不能修炼, 刚才白凤威给她吃的丹药, 就能给她解毒。 造化如何, 就看她自己了。 白凤威离开茶馆之后, 身后就多了一条尾巴。 看来我的跟踪技术还需要加强, 居然就这样被姑娘识破了, 实在是有些丢脸。 此人有些玩事不恭, 手中握着一把玉枭, 笑意盈盈。 有事? 就是觉得姑娘比较好玩而已, 所以就不自觉地跟上来了。 白凤威上下看了一眼此人, 竟然拥有画王五级的修为。 好奇心重的人, 一般都不太偿命。 偿命有什么好的, 只要我死得其所, 那也算是功德圆满了。 那我祝你得偿所愿。 收下祝福, 那我们就是朋友了。 朋友? 公子这么喜欢欺骗自己的吗? 你问问你自己, 是不是真的需要朋友? 内面的人笑容一点一点的凝固。 姑娘惠着了安心, 想不到只是第一面, 就看穿了我的本质, 真是一见如故。 别废话, 你不就是想知道我什么修为吗? 犯得着绕那么大一个圈子。 他眸光微动, 脸上的笑一脸去, 一掌风, 瞬间已经到了白凤薇的眼前。 白凤薇早有防备, 一个飞身而上, 转身便已经到了他的身后, 仰道力量相撞, 白凤薇后退几步站稳。 他取出逆光宝剑, 毕竟, 对面的人是画王五级, 比他这个画尊八级, 强了不止一点点。 哇, 你没必要这么认真吧, 我只是想切磋一下而已。 现在后悔, 已经晚了。 白凤薇看出来, 此人并不想要他的命, 不过, 拿他练练手, 还是可以的, 除了凤语和正法之外, 他用尽了所有的招式, 最后, 两人分裂两边。 姑娘好伸手, 我就说我游历在外, 一定会有收获的。 你的目的已经达到, 我现在可以走了吧。 姑娘, 话可不是这么说, 明明是你利用我陪练, 你不觉得你刚才说的话 有些不见人情吗? 后悔无期。 那人目瞪口呆着 看着白凤薇的背影, 他从来没有遇到过 这么离谱的事情。 怎么就走了呢? 他还没问他叫什么名字呢, 还有, 一般情况下, 不是应该说后悔有期吗? 鼠元, 我们回来了, 今天真是太爽了, 那些妖兽都匍匐在 本神兽的淫威之下, 谁也不敢造次。 薇薇, 我已经爱上这种生活了, 实战带来的好处, 真的是太多了。 对了, 这是给你们的零食, 我今天才知道, 这里的流通货币不是金银, 而是零食。 所以, 我们的所有金银在这里, 就毫无用处了吗? 他们临走的时候, 中荣国皇上还给他们 准备了很多金银珠宝, 现在却告诉他, 金银不能用, 这简直就是情天霹地啊。 算了, 看开点, 我们还可以用金银 来做其他的事情, 比如做成首饰也是不错的。 这么多金子, 几辈子的首饰也用不完。 那我们以后, 就建一座黄金宫殿, 总之我们的金子, 一定不会就这么被蒙上灰尘的。 月灵儿还当真了, 想着想着, 就很向往的模样。 对, 所有的家具, 也用黄金打造。 银珠宝殿在一旁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两人真是, 多得是些奇思妙想。 你们把零食收起来, 我们也不可能随时都在一起, 身上没有零食就太憋屈了。 银珠宝和月灵儿打开储物袋一看, 里面的零食, 少说也有几十万。 薇薇, 你怎么给我们这么多零食啊? 不多啊, 墨酒离在我的戒指里面, 放了很多零食, 我也是不久之前才知道的。 薇薇, 你夫君真是对你太好了, 什么都替你想好了, 还帮你找到了你母亲的消息。 她确实挺不错的, 好像她也已经习惯了她的存在, 有种沉溺其中, 难以自拔的感觉。 她想不到自己会有这么一天, 有一个人让她完全地放飞了自我。